这条海盗船内存是假的 今天得到了官方的确认 去年夏天我从拼多多买了两条 现在商家即将跑路 拼多多平台已经介入 我把整个事件的始末缘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两条内存我已经用了半年了 之前一直好好的 最近偶尔会出现蓝屏 我之前发视频也说过 开始以为是三热问题 后来三热问题解决了 昨天晚上又出现了蓝屏 于是我就用软件测试了一下 叫MEM5 发现这两条内存测试都没有通过 拆下来测试也没有通过 虽然它是XMP3200的 我用它默认的2133测试也没有通过 是偶尔蓝屏 蓝屏是不能测试的 但是可以通过软件来测试 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即便我调高了电压 内存电压调到了1.4V 还是会报错 我看报错信息 估计是SA电压的问题 但是我的CPU是12700 是不带K的 也就是说不能调SA电压 种种迹象表明 是内存的问题 今天上午我就申请了海盗船的售后 在申请售后的时候 会扫这个码 扫码之后说是正品 记住啊 说是正品 但是他们人工审核的时候 说我这条内存是假的 让我联系商家处理 但是这个商家 我前一阵就联系过 他一直没回复 今天我一看商家店铺里边 所有产品都没了 我感觉要跑路 于是我就联系了 频多多的官方平台客服 这也是我第一次联系 频多多平台客服 客服态度还是很不错的 让我放心 让我提供证据 我也提供了截图 现在正在走流程 如果后面再遇到什么问题 我再和大家分享